有必要 因为其实一直困扰我的事情是说 当立法院做了决议 那要求财政部未来不可以再编这样子的预算 但是你们还是编了 那编了以后 上一次的决议只有冻结了十分之一 昨天听到部长说 你觉得现实上面也有这个需要 所以其实昨天在最后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并没有发言 意义把这个通过给挡下来 但是我还是要从根本去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个国家的制度绝对不能这个样子 就是该发的该给的 国家该给的就要给 建立好的制度化 一个没有法源基础的奖金 如果每年在省预算的时候 都在这种事情上面挣扎 我会觉得对于制度长久的运作不是非常的好 第一个我想要请教部长的是啊 你们财政部和发税务人员奖励奖金实施要点 有公布吗 跟委员报告那是报行政院的 那个我跟这个历史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没有关系那个历史因为我今天时间有限 我第一个我要跟部长报告的事情是啊 我过去几天啊 很努力的想要找到这个奖金实施要点 我大概骗查所有我可以找到的资料库 我找不到这个要点 所以是不是可以麻烦那个部长啊 把合发税务奖励奖金实施要点提供一份完整的给我 没问题我们报院报行政院合计的 那第二个部分啊 就是说你们在书面报告当中只有讲检任的 受奖的比例 呃叫以前为少吗 我们就把上层的拉低啦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把过去几年喔 你们赴税署还有五区国税局 各个职等人员所获得的奖励金比例 跟实际奖金获得的数目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份资料给我 因为我觉得我们接下来 要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 看你们实务上面运作的状况啊 我们来讨论说接下来 要怎么样处理 我拜托委员支持啦 因为这个对税务员很重要 79年到最后都待遇 在923年朱欣瑜先生把这个法源拿掉以后 当时财政部长是林全 所以他为了弥补这个他抱怨的 没有关系啊 我们制度面上面再一起来探讨 然后今天那个国有财产署的署长 不晓得是不是有裂系 是有 是不是可以麻烦你一起上来 我也好 署长你好 我看了你们啊 有关于那个远雄那个医院案子的报告啊 我看了一方面是非常的震惊啊 那另外一方面是非常的困惑啊 我想要把几个事实上面的争点搞清楚 这样子有利于我们接下来责任的追究 当初在2009年的时候 你们同意出租了20.6公顷的国有地 给那个基金会对吧 是 那你们那个时候 同意成租给他的基础资料是 只有一张卫福部来的公文吗 是因为他是主管机关 那主管机关基于这个推动业务的需要 认定认为这个国有土地有必要提供给远雄基金会 所使用 所以我们就用出租的方式提供 你的意思是说 20.6公顷这件事情 是卫福部给你们的公文 就说那两笔土地他都有需要 那现实上面他有没有需要 他的计划你们在决定要不要出租的审查过程当中有看过吗 这个计划基本上是由卫福部来做审查 我们就去调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一个这么大笔的国有土地 透过这么草率的程序就出租出去了 接下来的责任一定要彻底的追查 我现在还不太确定 到底是国有财产署也要付部分的责任 还是全部的责任都应该由卫福部 把他给扛起来 你们到现在出事了 有委员咨询了 你们才说你们澄清 在2015年12月11号 以及12月21号 就去年年底的时候 才赶快要喊请卫福部 澄清说他到底那个医院 使用的实际面积是多少 那我看到这个文字 我非常的惊讶是说 当初你们决定要出租以前 其实是搞不清楚他实际需要的面积是多少 报告委员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卫福部在去年的时候 他的说辞呈了一个反复 也就是说他一下子说是原来的范围 一下说是第一次 所以你说现在出问题的人是卫福部吗 因为他的说法有一些不一致 所以我们再去做 他们的说法有反复是吗 从你手上的公文可以判断这件事吗 那请你把所有你跟卫福部之间往来的公文 针对这个案子的 特别是说法反复的部分 送一份资料给我好吗 可以 因为这个责任一定要彻底的追究 全民的财产不可以这样乱搞 官商勾结 开什么玩笑 那个署长好了 部长第三个问题 我要延续着昨天 反海外避税条款的事情 你们大概在几年前 送到这个委员会审查条文 我看过了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你现在针对目前 你们送到行政院院会当中 要审查的反海外避税条款 是只有针对盈利事业的部分 还是个人的部分也有纳入 针对盈利事业 个人的部分为什么不纳入 因为我们讲到CFC就是控股公司 我知道 所以个人没有控股公司的问题 也没有实际管理出手的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个人 我在国外 一个赴税天堂 设了一个纸上公司 然后在那个纸上公司当中 去获取收益 但是我都不分配 也就是那个权益 现实上面还没有实现 请问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太阳 在你们目前推到行政院的反避税条款当中 是不是没有 我们可以用最低税负 就是说他海外所得 我知道但是你现在的所得最低税负的制度 是以实现的为准吗 你还是采取用现金基础吗 你不是采取用全责基础吗 没有错 那你现在公司的CFC都已经改成全责基础了 为什么个人的不这样做 个人大概都是各国都是用实现基础 我知道我们整个的所得税法本来就是以实现基础当做基础嘛 就是要处理海外避税的问题才会改成 在你用CFC这个概念的同时 你事实上把它改成全责基础 我现在的问题很明确啊 为什么不包括个人 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没有没有特别考虑 对啊如果没有特别的考虑的话 我为什么不包括个人 我不知道包括个人控股公司跟实际管理助手要怎么样 因为个人他如果成立公司他就是公司了 他就没有个人的问题了 部长行政院赴税改革委员会2009年3月 针对所得税反避税制度之研究 这份研究报告请问您有没有看过 我当时在复改会 我印象中应该是有 你记不记得复改会那时候给的建议是什么 已经很久远了我有点忘掉 我跟部长报告 我国建立CFC磕税制度 依照国外建立CFC磕税制度之经验 多彩 同时针对盈利事业 与个人之CFC之境外所得加以磕税 所以应该 在盈利事业所得税 及个人所得税同时规范 避免有借不同身份取巧之余 他里面也有提到 所得基本税额条例 的修正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部分 所以这一个报告里面 他给的建议啊 非常非常的具体啊 他说 应将个人CFC所得 科税制度 在所得基本税额条例 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海外所得项目中做定义 增订CFC之相关科税规定 当个人借CFC保留盈利的时候 纵然所得还没有分配鼓励 也应该视为鼓励已经分配 将我国终所税一项采行的现金基础制 加上全责基础之概念 擬自为个人股东当年度之鼓励所责 这个是当初复改会的这份研究报告 所提出来的具体建议 刚部长也跟我说 针对公司跟个人 你们没有要区别对待的 特别考虑存在吗 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再回去研究一下 当初的复改税乃至于到今天的财政部 针对个人的CFC不处理 是有要 帮助哪些特定的人吗 如果没有这个考虑的话 没有应该是没有这个考虑 为什么复改会的建议这么具体 你们到现在只推盈利事业的CFC 个人的CFC却不愿意推动 我想我们调一下付税署的券来看看 就是怎么考量的 你们当初的评估 为什么不把个人的CFC放到里面 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时间到了 是不是可以再麻烦请部长提供资料给我 谢谢 谢谢 请赖事把委员咨询 请不吝点资料